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1号 周二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五评视频 今天的标题是 游资进场意愿低 户指在缩量下跌 接下来还要有调整 还要往下跌 除了聊指数 我们也会去聊几个板块 先去讲一下 昨天收平所聊的加量跟化鲜 然后再去聊酿酒 券商 医药 有色 半导体 还有石油 在这里提醒各位 每天早上的9点钟 我们会做一场直播 欢迎各位光临 我们先去聊一下 昨天收平所谈的两个板块方向 第一个是加链 这是昨天收平视频的原图板 对于加工电器 我们讲的是 量价关系很好 上涨放量 下跌缩量 以及在昨天股价是回踩到 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 靠近我们这条20日均线 主力空盘度也是比较高的 过去三个月都是多方空盘 所以我们提到了多头趋势 轻板块中个股 抓这样一个反弹行情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一下 加工电器目前是出现了小羊 出现了低开高走 而其中一些强制股票 涨幅就要更大一些了 这就是在关键的支撑位置 以及在主力空盘度较高的情况之下 所走出的技术性的反弹 虽然说大盘目前是低开下杀 但是加工电器是逆势的收扬 这是第一个板块 那么在昨天我们又聊到了 划线这个方向 这是昨天收评的原图版 我们提到它的趋势为多 但要警惕短线出现大幅洗盘 调整概率比较大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它出现了放量的滞涨 尤其在昨天 创出过去两年巨大量 但是创新高幅度很小 所以担心会继续下跌 那么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华杰板块出现了低开低走 目前下跌超过了1% 那么接下来还要往下有调整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先去讲一下 昨天收评所聊到两个板块方向 再去做一个复盘 然后去聊为什么我们认为场外资金 在这个位置进场意愿比较低 看一下昨天收评 昨天收评我们给大家去看了 各股的专业效应 昨天是2700股上涨2400股下跌 而且大跌股票数量其实并不少 讲到了赚钱效应不高 其实难以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 在这位置去进场 因为没有专业效应 专业效应没有那么高 而且今天我们看一下 今天现在是有将近4000股下跌 将近4000股下跌 同时跌幅大于5%的股票 有超过100家 但是涨幅大于100%的股票 现在只有不到90家 大跌股票数量比较多 而且个股普遍 所以基于这种专业效应 跟大家讲 资金这位置不愿意去进场 经常意愿很差 那么如果没有资金这种游资的一个进场 那么指数向往上涨 也就没有动能 也就没有动能 好 然后这条护质 护质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随便收屏 我们做的一个分析 这是随便收屏的原图版 对于缺口 我们随便讲了 没有必要去过分的解读 很快就要回补掉 很快就要回补掉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缺口近在支持 但可能下午就要给它回补掉了 总之本周 回补的概率非常大 要往下就回落 回调 然后再来看一下 随便收屏 我们对于小时周期的判断 我们讲小时周期的护质 看正常指标 正常指标 如果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变率 就像之前这种位置出现油红变率 超买区域的红变率 超买区域的红变率 那么这些都是调整信号 那么在今天 我们看一下护质 护质目前的小时周期的正常指标 现在已经是出现了红变率了 当然这个小时k下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要等11点半收盘 现在是11点17分 那么到11点半收盘的时候 如果依然是超买区域的红变率 那这就是接下来要往下调整信号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这种红变率 横盘真大 这里红变率出现了这种调整 而再加上这里的红变率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 对不对 所以在这位置 一旦出现了11点半 红变率确定了 那么这是一个高抛减仓的信号 那这在直线收盘就已经提醒各位了 然后对于整理上的护质呢 我们的观点看这张图 就是目前指数 技术性牛市已经成立 但是不要去稍后快牛 慢牛节奏是共识 那如果说你也认可卖牛 那护质大概率 它还会有一波回踩 回踩二十均线 甚至说回踩下方年线 这种洗漫行情 所以在这样一个担忧情绪之下 我们要做好仓业管理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盲目去加仓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好 所以中长期技术牛 慢牛 但是短期呢 可能还需要有回落 有回踩 好 那么这我们对于上证指数的一个整体性分析 那接下来 估计还会往下有一定的调整 去有一个回落回踩 那这个位置 轻指数中个股 按照我们的旺旺三号战法 去关注强制股票 回落下来低期的机会 而聊大盘 主要是做好一个仓位的管理 好 然后再聊一下科帐50 科帐50指数 这是昨天收评的原图版 我们讲了 科帐50是目前A股主要指数里面 唯一一个主力库曼诺小月零的 内外关系不好 本周不值得关注 那么现在看科帐50 科帐50目前是下跌 所有均线下方 对吧 主力库曼度在进一步的降低 那么这种指数就不要去关注它 包装半导体也不要去关注它 没什么聊的必要 因为量价关系不好 量价关系不好 好 那么聊完这些指数的观点之后 然后我们去聊几个板块 聊酿酒 全上几个板块 第一个去看一下酿酒 酿酒板块 我直接谈结论了 各位 今天是个向性 昨天是个常向性 酿酒我们中期看涨 因为这是个头肩底结构 对吧 然后在上周四跌破 刺破20均线的时候是机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眼这个观点 量价如果能够再刺破20均线 一眼是机会 中期看涨 做好仓业管理 短期刺破20均线下方 就是机会 就是低风险区域 然后再来看券商 券商板块还会有洗盘 它的不确定性很大 为什么 过去的4根K线 一直是处于上周三 这根高开低走的中阴线的下方 而且量能还是处于20均线线下方 所以量不行 而价格 这根阴线其实表明了 还要往下有一次洗盘 但如果再往下洗盘 洗到了下方这条黄上操盘线 也洗到了 机前这根阳线的开盘单位置 那这就是支撑了 所以券商还会有洗盘 那么洗盘到20均线下方 那么我们再去关注券商的机会 目前等着 如果券商又这么直接上去了 那么就不要去做了 但如果说你谈中线的话 你不在意这种短线的一些成本 那么你中线可以去博弈 去期待有拉升 但是短线我认为是有洗盘的 好 这条一二 一二板块今天是阴线下跌 跌到了20均线 好 那么一二板块随着这样一个调整 各位 跌到二十均线 那么在二十均线下方 在超板线这种区间里面 一二板块是有机会的 关注一二板块这波强势上涨的股票 回调之后的机会 回调之后的机会 好 那这条有色 有色板块今天是一个大跌 现在是大跌了百分之三 大跌百分之三 量呢也是出现了放大 放了下跌 好 那对于有色来讲的话 我们维持之前观点不变 看高位箱体 那么昨天其实是一个高抛的一个位置 因为到了箱体的顶部 到箱体顶部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估计还会往下游下杀 总之 我们记住 它的关键的低风险区域 是在箱体的下方四分之一区域 没有跌到箱体下方四分之一区域 就不要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思路简单一点 清晰一点 给机会就做 不给机会就不要去乱做 好 然后再去聊一个是半导体 半导体跟它说过一嘴了 比如说它跟科朗50比较相似 半导体量价关系不好 量价关系不好 目前半导体的主力空门度 还是处于零轴的下方 对吧 还有处于零轴下方 所以半导体不值得去关注 就是它没有最近没有资金去参与 没有油质去参与 那既然没有资金去参与它 那么就不要去乱做了 不值得短线去博弈 最后一个去聊石油 那石油板块 我们先看一下主要说评怎么讲的 主要说评我们去讲石油 我们说这个板块 守住60均线 顺势而为 它是上升结构 那么在昨天是看这条黄色60均线 没有触碰到 但体验出来自动效果就昨天就涨上去了 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调整 但是现在依然是处于60均线上方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过分的解读 顺势而为 期待继续拉升 60均线不破 就期待继续拉升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评视频 我们去谈到的板块以及指数的观点 最后还希望各位去点赞关注 往财经较到A 80%的精力去聚焦5%的粉丝 我们每天依然会录制收屏视频 但会有一个小门槛 在主页可以查看更多的A股分析视频 再见